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侦察 轰炸 格斗 不同的机种有着不同的特色 兵器面面观 战争之意 要想飞得更快 更远 更高 仅仅靠增加活塞式发动机功率 被证明是不可取的 因此德国人率先把ME-262喷气式战斗机 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战战场 二战结束后 随着冷战升温 苏联的米格15和美国的F86 两种喷气式战斗机展开了激烈的空中对决 战争之意 喷气式飞机正在播出 这一次 你将看到世界上第一台喷气发动机的研制竞争 弗兰克·惠特尔意识到 在9144米以上的高度 飞机飞得更快更远 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纳粹德国曾一度想用它取胜 ME-262战斗机 射击超前 苏联战机在战场上的表现令人惊叹 就在那一刻 米格15战斗机一战成名 冷战时期的美国F86战斗机速度惊人 把机笔指向正下方 下降到9144米时 你就会说 我到超音速了 有着尖机笔的超音速战斗机 出现在空战战场 今天 世界上所有最致命的战斗机 用的都是喷气发动机 与第一架活塞式战斗机相比 喷气发动机的出现 意味着空气动力技术的一次巨大飞跃 它让战斗机飞得更快 更高 更远 这一跨时代的巨大飞跃 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 21岁的英国皇家空军学员 弗兰克·惠特尔发明了喷气发动机 由此 喷气机时代开始了 弗兰克·惠特尔出身韩威 他在16岁时以修理工学徒的身份 加入英国皇家空军 他后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士飞员 弗兰克·惠特尔于1928年 写了一篇革命性论文 《飞机设计的未来发展》 弗兰克·惠特尔在21岁时写了这篇论文 在那个时候 他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 飞机飞得越高 空气就越稀薄 在9144米以上的高度 飞机能飞得更快更远 且耗油更少 当时 英国皇家空军最快的飞机时速 只有约563千米 惠特尔设想的战斗机时速 至少能够达到805千米 他提出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概念相对简单 在飞机前端 空气进入发动机 然后压气机压缩空气 产生高压气体 气体进入燃烧室后 点火燃烧 热空气从后面喷出 产生推力 涡轮的叶片旋转时 带动同心轴旋转 吸入更多空气 现在惠特尔只需得到资金 制造一台喷气发动机 来验证他的理论 但这个年轻的工程师遇到一个问题 航空部对此不感兴趣 人们不相信能造出这样的机器 新式发动机的性能 将是当时最好的活塞发动机的两倍 这难以置信 惠特尔没有气馁 1930年 他自己为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申请了专利 与此同时 在800千米外的德国 年轻的工程师 汉斯·冯奥海恩 也开始秘密研制喷气发动机 英国并不清楚德国的研发进展 这些都是机密 冯奥海恩承认 他研究过惠特尔的成果 因为惠特尔的那些 关于喷气发动机的想法 是对大众公开的 1935年 已经成为英国航空工程师的 弗兰克·惠特尔 终于获得了私人赞助 并成立了一家 致力于制造喷气发动机的公司 动力喷气有限公司 德国工程师也筹集到了资金 汉斯·冯奥海恩的赞助方 实力雄好 当时几乎没有英国官员 对喷气动力感兴趣 相反 德国官员接受了这一新的研究 而且有德国政府支持的 恩斯特亨克尔飞机公司 对喷气动力的前景非常看好 1937年4月 冯奥海恩制造出第一台喷气发动机 但他还需要花费好几个月时间 才能找到合适的燃料 以保证发动机正常运转 不会爆炸 英国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就在同一个月 也就是1937年4月12日 弗兰克·惠特尔抢先一步 解决了燃油问题 那是见证奇迹的一刻 喷气发动机诞生了 弗兰克·惠特尔成为第一个真正设计 并制造出喷气发动机的人 接下来 研制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比赛开始了 几天后 汉斯·冯奥海恩也在德国成功启动了 他的第一台喷气发动机 然后他开始研制喷气式飞机 但就在这时 弗兰克·惠特尔的研究搁浅了 航空部并不是很想把钱 花在一项前途未卜的新技术上 飞机制造厂也只愿意生产活塞发动机 他们想几辆多地制造喷火式战斗机 和飓风式战斗机等其他战斗机 因为他们认为几年内战争就会爆发 他们不想浪费时间 与此同时 1939年8月27日 亨克尔HE-178型轰炸机在德国起飞了 继弗兰克·惠特尔之后 德国物理学家汉斯·冯奥海恩 从此也名流史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弗兰克·惠特尔和汉斯·冯奥海恩 都移居美国 他们退休了 成为了朋友 弗兰克·惠特尔留下了永恒的遗产 他用喷气式发动机改变了世界 喷气式战斗机问世四天以后 也就是1939年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弗兰克·惠特尔得到了他所有需要的资金 1941年5月15日 搭载涡轮喷气发动机的 格洛斯特尔2839喷气式战斗机飞上天空 喷气式发动机被大家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喷气式发动机的出现 推动了喷气式飞机的发展 巩固了飞机作为战争中重要武器的地位 在不列颠空战惨败后的几年里 德国人重新设计了前线的战斗机 1944年梅赛·施密特ME-262战斗机正式投入使用 ME-262战斗机是世界上第一架作战用喷气式战斗机 ME-262设计超前 ME-262战斗机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速度非常快 ME-262战斗机搭载两台荣克油墨涡轮喷气发动机 它的实用声线接近11300米 每分钟爬升近1067米 最高时速可达871千米 ME-262战斗机每个小时比盟军的活塞式飞机多飞近161千米 如果ME-262直线飞行 它们不可能追得上 ME-262战斗机的速度快 不仅因为它有两台涡轮喷气发动机 还因为它有一对独特的前缘后掠的机翼 这种设计十分有效 以至于后来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都采用了后掠机翼 飞机机翼前缘与机身中轴的垂线呈一定夹角 角度根据飞机的设计在11度到45度之间变动 相比之下最早的战斗机全部采用平直翼设计 以提高稳定性和机动性 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 几乎所有的飞机都采用翼衔与机身垂直的平直翼设计 有的飞机有两个平直翼 有的有三个平直翼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德军才将首批带有前缘后掠翼的M1-262喷气式战斗机投入战场 M1-262战斗机装备的主要武器是四门30毫米口径的机炮 它的每个机翼下方还有12枚空对空火箭带 1945年3月18日 37架M1-262战斗机拦截了1000多架 在恶劣天气中飞往德国柏林的美国B-17轰炸机 据称M1-262战斗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共击落509架盟军飞机 但是德军的战斗机出现得太晚 无法让纳粹挽回败局 当时天空中到处都是盟军的飞机 所以即使M1-262战斗机表现得再好 也是寡不敌众 纳粹无力回天 1945年9月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但制造更快 更致命的喷气式战斗机的竞争 才刚刚拉开尾幕 20世纪50年代 新一轮冲突开始升温 这场冲突让美国与苏联陷入对峙 这就是冷战 在争夺制空权的竞争中 米格战斗机抢占了先机 米格15战斗机令航空界为之震惊 因为没人想到会出现这种带有后略机翼 超流畅超快超灵活的飞机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飞跃 苏联制造的米格15战斗机 装配了强大的克里莫夫涡轮喷气发动机 这让它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075千米 几乎是普通战斗机最高时速的两倍 米格15战斗机可以达到略低于一马赫的飞行速度 米格15战斗机采用了非常适合高压音速飞机的 新的后略机翼设计 米格15战斗机可以飞到它的升线 一万五千多米的高空 然后俯冲下来 对B-29轰炸机实施非常有效的打击 美国人开始研发F86战斗机 然后紧急投入生产 F86战斗机其实与米格15战斗机非常相似 它也采用了和米格15一样的单引擎后略机翼设计 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 米格15战斗机配备的是重型机炮 而F86战斗机配备的是 6挺12.7毫米口径的机枪 这就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最终款F86战斗机搭载的是 通用电器公司的J-47涡轮喷气发动机 推力达2.4吨 F86战斗机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 1,091千米 比米格战斗机更快 在俯冲时 F86战斗机能达到比音速还要快的超音速 仅从速度来看 与苏联米格战斗机相比 F86战斗机的优势更为显著 但米格战斗机的机动性更强 而且爬升高度比F86战斗机更高 在战机近距离战斗中 这些性能至关重要 F86战斗机发展得非常快 因为美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赢过米格战斗机 为了打败米格战斗机 美国设计师改进了F86战斗机的机尾 最出款的F86战斗机还有很多 后来有人想出了飞行尾翼这个设计 F86E和F两款衍生型号的水平尾翼 都可以上下摆动 装配了独特的飞行尾翼后 美国F86战斗机的机动性大大提高 最重要的是它的飞行 翻滚和俯冲性能 都超过了米格战斗机 如果只比较直线飞行速度 我认为F86战斗机可能优势略大一些 因为在俯冲时 它的飞行速度能突破一马克 但米格战斗机做不到这一点 詹姆斯·谢尔顿亲身体验了F86战斗机的威力 它有6挺12.7毫米口径的机枪 当你扣动扳机向目标开火时 你会以为飞机是静止不动的 配备了超音速喷气式涡轮发动机后 新款F86F战斗机帮美国扭转了冷战局面 1960年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再度升温 双方火速武装起来以抢战先机 这一次新一代喷气发动机将再次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空军需要一款低空飞行的超音速轰炸机 美国海军需要一款能从航母上起飞的战斗机来保护其军舰 最终 通用动力公司研制出的F111战斗轰炸机 满足了这些要求 它是舰队里的凯迪拉克 我就是这么叫它的 因为它的作用是拦截 而且是远距离拦截 F111战斗轰炸机特点众多 其中之一是 它是第一款拥有可变后掠翼的飞机 F111战斗轰炸机的可变后掠翼 能从后掠16度调整为后掠72度 可变后掠翼能让飞机在攻击模式下快速飞行 也能让飞机在着陆时慢速飞行 为了产生最大的生力 起飞时机翼前缘与机身中轴线的垂线之间的夹角是16度 在巡航高度 机翼向后打开变成后掠26度 然后在降落时 我们一般会调整到45度 在高海拔和超音速状态下飞行时 机翼打开到最大的72度角 F111战斗轰炸机动力的核心是世界上第一台加利式涡轮风扇发动机 普惠TF30 P111 它有两台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能产生大约8吨的推力 它有两台发动机 如果一台发动机坏了 还有一台备用的 有一次我遇到游路部长 就不得不关掉一台发动机 涡轮风扇的核心是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 一个燃烧室围绕着发动机 让它的动力更强劲 巨大的风扇吸入空气 空气被压缩 然后进入燃烧室燃烧 风扇还把空气送进发动机周围的大气缸 这部分空气可以让发动机冷却减轻噪声 但最重要的是 F111战斗轰炸机的涡轮风扇能产生更多的推力 这让它安静迅速战斗力惊人 在低空 F111战斗轰炸机能以1.2马赫的速度飞行 每小时比音速还要快241千米 在高空 F111战斗轰炸机的速度能达到2.5马赫 除了能产生更强的动力 两台涡轮风扇发动机还能提高燃油效率 延长F111战斗轰炸机的航程 我认为最厉害的是 F111的地形跟随雷达进行垂直侦察 它还有一个类似的雷达叫泰式感知雷达 进行水平侦察 1990年 萨达姆侯赛因下令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 海湾战争爆发 这一次 喷气式战斗机比以往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F111战斗轰炸机再次出动 1991年1月17日 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了 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装备中 有66架F111F战斗轰炸机 它的地形跟随雷达和掠地飞行能力 使它适合参加这种行动 它要去炸毁防空基地 摧毁机场 这是F111在空战中的主要任务 在这场战争中 F111战斗轰炸机 新装备了加强版数字激光制导炸弹 升级后的F111在战场上锋芒毕露 所以在空战中 F111携带了常规炸弹以及激光制导炸弹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 美国F111战斗轰炸机 被派去摧毁伊拉克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为炸毁混凝土掩体 他们还携带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武器 那就是GBU-28炸弹 它重约2268千克 是为F111设计的 F111战斗轰炸机 在伊拉克共执行了5000多次任务 摧毁了15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最后一架服役的F111战斗轰炸机 于2010年退役 这些空中优势的取得 都要归功于弗兰克·惠特尔 和他发明的喷气发动机 喷气发动机是20世纪40年代初问世的 那么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呢 那就是它是飞机的性能显著提高 速度明显加快 你能感受到的最大变化 就是你飞得更快了 在指定的时间内飞得更远了 今天 世界各地的空军 驾驶着近两万架军用喷气式飞机 来来去去 随着空气动力技术的不断完善 和不断变革 人们相信 在未来 随着一代代新的喷气发动机问世 战斗机将飞得更远 更快 战斗机之间的对决 也将越来越激烈 战斗机